謝謝 每年的聖誕節 大家都喜歡布置著聖誕樹 也帶著聖誕老公公送給我們一個特別的禮物 聖誕老公公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詳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說一個真正的聖誕節主角的故事 很久以前在東方的拿薩勒城裡住著一位溫柔聖良的少女 她的名字叫做瑪莉亞 瑪莉亞很敬畏上帝 她每天如今禱告 小城裡有一個年輕的木匠她叫做約瑟 她也是愛上帝的人 約瑟也很喜歡瑪莉亞 瑪莉亞也很尊敬約瑟 所以他們訂婚了 有一天瑪莉亞正在家裡做事情 眼前突然來了一位天使 瑪莉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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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啊 你就是一位最有福氣的女孩了 瑪莉亞 瑪莉亞不要害怕 上帝喜歡你 她要支給你一個兒子 瑪莉亞 怎麼會兒子 我還沒結婚欸 怎麼生得出來呢 瑪莉亞你說得不錯 可是這個孩子很特別 上帝要用一個特別的能力來支給你 等孩子生下來以後 你要將他取名叫耶穌 瑪莉亞 你說我生出來的兒子要叫耶穌 對 因為他要稱上帝的兒子 而且就是上帝在很久以前答應給你們祖先的 這位耶穌將來要成為上帝做一件從來 還沒有人能做到的事呢 過了不久 老實的約瑟聽說瑪莉亞懷孕了 心裡十分苦惱 她想著想著 不知不覺就睡著了 那天夜裡天使走進她的夢裡 不要怕也不要憂愁 瑪莉亞要生的孩子是上帝的兒子 你放心把瑪莉亞取回來吧 記得你要不給她取名字叫耶穌 因為這孩子將來會成為 會做一件奇妙的大事 當約瑟醒來之後 考慮反覆念耶穌這個名字 她就不再憂愁了 過了不久 約瑟就和瑪莉亞結婚了 他們安心等待即將出世的小耶穌 有一天 約瑟走在街上 聽到了一個消息 一天 怎麼啦約瑟 約瑟 啊 放戶口 去哪裡 媽咧 薄莉韓 薄莉韓是我們的家鄉 很遠耶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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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真的人家的路這麼大 那也沒辦法 那約瑟我們去等你行李 你趕快把驢子牽在門口去等我啊 瑪莉亞聽了約瑟的話 立刻收拾簡單的行李 和約瑟往魔力口去走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妳要幫好啊 我們要出發了 一路上 約瑟接著瑪莉亞 和其樂小鼻子 細心的照顧瑪莉亞 他們走了好久好久 可憐的約瑟腳都走痠了 有痠病 好痛 真的好痠 幫我按摩 好痛 痠病 我知道妳腳也很痠 我可以幫妳按摩 痠病 痠病 好痛 痠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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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,那裡有亮亮,好像有旅館 你去問問,看看有沒有房間 你看,老婆的肚子這麼大,壞生的 哥哥哥 請問有房間嗎? 沒有,房間喔 哥哥,有房間嗎? 沒有,房間 哥哥,有房間嗎? 欸,有房間喔,可是那個地方,不是很好耶 哥哥,我告訴你 我們打掃打掃 我們去那個房間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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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公,牽我的手 於是他們就在這小小暗房裡住了下來 原色臨時找來了一個馬巢 鋪上了乾淨的草 預備當嬰孩的小床 因為小耶穌就快出生了 安靜的夜晚,火力團隊人都睡著了 哎唷 東哥,你在哪裡? 原色,我好像會這樣 好漂亮喔 好可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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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突然,從來房地傳來一陣陰海的Q體聲 哇,小耶穌出生了耶 哇,小耶穌出生了耶 今天晚上,在城外有一群陸洋人正攀守羊群 突然,有一道大光從天上照下來 但是,他兩個人好害怕耶 有一位天使對他們說 你要看,我要告訴你們一個大行的消息 今天在國立河場裡為你們亮燈了一位教主 你們會看見一個小禮拜,高可富,正在馬巢里 這就是記號了 看羊的人,翻翻走進城去 在那兒,他們找到了約瑟和瑪利亞 也看見馬巢裡的小耶穌 他們都歡喜快樂 並且到處告訴人們這個好消息 在那時候,遙遠的東方有幾位博士 看到天空裡出現了明亮的星星 博士們心裡明白 在歷史書上所預言的教室主降生了 於是,他們帶著愧眾的禮物 還要去禮拜祭祝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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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 祝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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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平安月里成平安 小小夜送来世上 天火的消息而炫耀 人间的希望它天然 这花把亦照亮 照亮在人心上 它的故事万人传 平安月里成平安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好 谢谢 谢谢这位来的家庭 你们有看到平安月的由来的吗 知道了 请点点头 知道了